竹马喜欢的女生哭诉继父猥亵他 他拉着大院几个男生提着刀去堵人 我拦下这荒谬的行动 最终他们利用家里权利将继父送进监狱 可那个女生却承受不住母亲的怨队 和他人的同情 自杀了竹马消沉一段日子 又转而和我一同上课 法考前一天 他怨恨地盯着我 如果不是你多管闲事拦下我们 他怎么会死 我被迷晕 和一群被下了药的混混关在一起 活活被欺凌致死 重生到竹马 带着兄弟去英雄救美那天 我没有插手 冷漠看着他们再一次买了刀 意气风发地走向我铺设的绝路 这诸狗不如的老东西 老子非把他碎尸万段不可 虞峰咬着牙一拳砸在桌上 教室里顿时想起了桌子的乌业 敢欺负安兰 还有没有把我放在眼里 是兄弟的都给我上 老子要他死得好看 兄弟们纷纷看向我 好像在征求我的意见一样 我忍君不禁 看我做什么 我只不过是虞峰的青梅 又不是女朋友 都是成年大学生了 什么该做 什么不该做 也该自己决定了 你们的是想怎么处理 就怎么处理 我是不会插手的 虞峰有些惊恶地看着我 江之桥你真的不管 你不会阻拦是吗 阻拦为什么要阻拦 难道上赶着像上一世那样 死无全尸吗 上一世同样的教室 同样的情形 我听完虞峰的发言 立马就拦下了 他目前最需要的 应该是冷静安 拦得继父有没有罪 应该交给法律定夺 我的一顿说理 把所有人都说沉默了 终于他瞪着红红的眼睛好 这次不动手了 紧接着 虞峰又动用爷爷的权势 将继父钉死在耻辱柱上 可谁都没有想到 继父被宣判的那天 安兰也上吊自杀 自以前他留下一封信 诉说了事情曝光以后 对自己的冲击 母亲的责骂 世人的眼光 让他自觉无言活下去 看到信后 虞峰在他的棺材前 做了整整一夜 我去开导他 因为我们已经尽力了 黑暗中 渔峰忽然起身把我抱紧 瞧我已经失去安兰了 我不想再失去你 之后的路 我们一起走吧 我无声地落泪 没想到修成正果的 还是青梅竹马 此后他更是 无微不至地给我陪考 可就在罚考的前一天 我忽然被迷晕 关进了一个巨大的狗笼里 身边是一群 寄长鹿鹿的混混渔峰 我拼命晃动栏杆 向他伸出手 可他一转身 就将滚烫的烟头 落在了我的手心里 怎么样很绝望吧 江大学霸 你现在终于能体会 安兰的心情了 你放心 我是不会欺负你的 你这种冷血动物 我都怕脏了我的血 让他们好好陪你玩吧 直到这时 我才知道 他从始至中 都恨我阻拦他去杀人 可是他真的知道 事情的原委吗 一个人是可以随便 决断他人生死的吗 恍惚间 我的思绪又飘回现场 渔峰正在 眉飞色舞的布置他的计划 大刚你去打听罪 合适的卖刀的电药员 四周不能有监控 小海你负责 我也悄悄按下了 录音笔的停止键 将之瞧你也去 你负责引诱 渔峰转过头 眼里满是音质 我去做什么 这是你们的事情 渔峰却并不想放过我 人多容易暴露 你先把他骗到偏一点的地方 说完 他又凑近了一点 把手撑在我的课桌上 你该不会不想提安安报仇吧 他的小弟们 纷纷向我投来期待的目光 我看着渔峰的脸 早已知道他的算盘 我的爸爸是名震全程的检察官 而我爷爷 更是政法界的知名人士 一旦东窗事发 只要把我拖下水 我的家人想必会绑架我 他的想法和他爷爷的一样 事故又狡猾 我们两家层是试交 我们的爷爷 是政法大学情同手足的同窗 据说当年爷爷家境贫寒 多是渔峰的爷爷出手 帮他度过了许多饥寒岁月 毕业后 我爷爷进了法院 而他爷爷则走进官场 开始了他的仕途 起初他们还在亲密来往 但渐渐的 两人的分歧越来越多 终于当爷爷看见 老同学带着金条 出现在家里时 木火遏制不住了 于敏忠 这就是你的良心吗 你怎么敢拿这种东西来收买我 老江啊 别这么古板 他摇了摇手 这钱可以是收买 也可以说是抚恤 你要执意给张公子治罪 那他一定会申诉第二次第三次 直到把原告弄得倾家荡产 见我爷爷不说话 他又补了一句 你想一个寡妇带着孩子 能打得起几次官司 但是有了抚恤金 他们可以过上多少年好日子 有时候真相才是会吃人的 他只有六岁 那次爷爷仍然坚持张公子有罪 而后又定期给被害人的一双一笔救助金 爷爷说无论什么理由 都不能掩埋真相 可于风的爷爷则认为 真相是可以给书写的 显然于风也这么想 抱歉你错了 我是不可能参与的 我忍住恶心 把装有录音笔的笔带放进包里 起身就走 无论如何 我都不会背弃家族的殉导 绕开法律形式 因为一旦开了头 就有无数种见不得光的交易 被打着正义的名号进行 哪怕安兰的继父真像他说的那样 食乐不赦 也不行当我走到教室门口的时候 于风喊住了我 江之乔 你真的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吗 我知道你就是在嫉妒安兰吃醋而已 你不就是气我不喜欢你吗 他双手插兜 颇为嘲弄地走到我身后 对自己的魅力信心满满 而他的小弟们也适时地起哄起来 想让我难堪 我被气笑了 气他更气那是圣母般的自己 年少时于风的家世还不为人所知 常常被男生们拳打脚踢 久而久之 大家都传我喜欢于风 舍不得他被打 没想到于风自己也信了这一套 后来挨打 他还跟人说江之乔是我老婆 你们谁敢动我 这套说词一直持续到他家世曝光 成为老大后才不再提起 我冷笑挑了挑眉你别忘了 我可从来没说过我喜欢你 倒是有人为了自保 逢人就喊自己是我老公 也不知道在耸什么 多年的横行霸道把他灌倒 都不知道以前是谁求水了 于风的脸顿时清一阵白一阵 这时 我忽然收到了一则消息人在取水巷 素来我脸色一变 立即大步冲出了教室 我左拐右拐 来到了取水巷口 这条路我从小走到大 每次都是我爷爷带我来的 此时已经日上三端 越来越多的小贩围在这里卖东西 一个墨镜男早已等候在那 见到我赶忙迎上来 朝其中一个小贩一纸小姐 人查到了 就在那顺着他手指的方向 我看见了一个身穿军大衣 头戴雷锋帽的男子 正默默地坐在摊子前 掖着面人 看见他 我的心跳还是不由自主地加速了 我一动不动地盯着眼前的男人 他察觉到了我的目光 一见我又惊又喜 小乔 你怎么一个人来了 多冷啊 他拘谨地给我递上暖水袋 一边忙碌 一边叮嘱你看你手都冻红了 赶紧来暖暖手 我最近太忙了 都没什么时间来看你们 你爷爷还好吗 前世我怎么也没有想到 安兰的继父 竟然是我从小就一直往来的叔叔 就在上个月 他还打电话告诉爷爷爷 自己的妓女要准备拍戏 要给他筹钱 老实说他演技还要加强 只能再送他去小班进修一下 可他不知道 他的妓女正和新的二代玩在一起 早已计划好 要把他推入深渊 从头到尾 安兰都没有和我们说过真话 上一世没有 这一世依然没有 我想起了上一世 私家侦探给我的汇报 他说 安兰的继父 是驱水巷的一个手工艺人 每天起早贪黑的养家糊口 在他的细心培养下 安兰成功通过了一考 成为了我们隔壁院校 艺术系的一员 但成年后的安兰 却开始频频介入 附加公子的感情 想要成为阔太 继父和母亲为此没少骂他 辛辛苦苦培养你 是让你给人家做小三的吗 这种臭钱你给我们 我们也不要 安兰的继父 甚至还找到了富豪原配 硬生生毁掉了安兰的情人梦 他不知道 等待他的是来自继女的谋杀 疯给我欺负他 猥亵 我真的好想砍死他 那时的安兰 头一次主动找他的舔狗 于风泪眼汪汪地求他帮忙 于风立即不假思索地硬下来 他要在美人面前成英雄 美人说什么他都会做 何况在他眼里 杀人脱罪就和洗个手一样简单 这个愚蠢的人还不知道 安兰之所以找到他 完全是为了让他干脏活 至于爱情 他正眼都不会瞧他 他要的是更高级别的二代 于风是满足不了他的 这时安兰继父的声音 把我拉回现实 暖水淡冷了 换这个吧 他又递上了一个 我连忙摆手 他执意要给 一来一去 不小心碰掉了他的包 我弯腰去捡 刚伸手就看见一张照片掉落出来 那是他和安兰母女的全家福 照片上的安兰笑得甜丝丝的 正揽着夫妻俩的肩 他看到我有些不好意思 又有些自豪 这是我女儿 漂亮吧 还没见过她吧 见过我怎么 可能没见过上一世 她不仅害了你 还直接害死了我呀 前世为了让安兰继父坐牢 于风不惜作假 证明继父和多人发生过关系 罪名一作时 本来清清白白的妇女关系 反而成了真 更糟的是 彼时他又被查出了爱滋 不知是谁传给他的 也不知又传给了谁 那些得了病的风流公子们 干脆全都把锅推到他头上 他们说是他从继父那里传染的 是他把病传给了他们 安兰百口莫辩 等待他的只有死路一条 当我查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于风还在痛不欲生 常常看着安兰的照片发呆 我不忍心戳破他的幻梦 人都死了 说这些还有什么必要呢 可我没想到 安兰在死前 就已经亲手设计好了我的死亡 在他眼里 是我阻拦了于风手刃继父 这才导致他被迫假戏真做 走上绝境 在我被混混拳击的时候 于风站在笼外 冷冷地说是你害死了安兰 他已经用信告诉我了 没有你的推波助澜 他根本不会死 我这才知道 安兰在绝笔信的结尾 像指令于风杀他继父那样 指令了我的死 想到这里 我叹了口气 对着眼前欣喜的男人压低了声音书 你看过孤儿院吗 这天晚课后 于风一行人 便浩浩荡荡出了教室 我远远跟着 看着他们上了车 一路开到驱水巷口 安兰的继父正准备收摊 一转身 便被一个高大的小弟堵住了 此时夜色已深 驱水巷附近没有任何监控 继父刚想转身 却发现又一拨人堵了上来 你就是安兰的继父 于风皮笑肉布 笑双手背在后面 你你们要干什么 继父警惕着 一边悄悄用手伸向口袋 没想到于风一下 就看到了他的小动作 他反手一擒继父 还死死地握着手机 于风把他拱到墙壁前 将他的手肘 狠狠地在墙上撞击了几下 顿时手机掉了下来 又还懂得录音 可以压他宁笑着 当即删掉了那段记录 把手机狠狠地踩了几脚 我的心顿时提到嗓子眼 录音可是关键性证据 一旦证据链少了这一环 到时候一定会被动很多 可我已经来不及感叹了 于风等人一拥而上 围着他拳打脚踢 手里的刀还在闪闪发光 当第一个人扬起刀时 我安排好的路人纷纷出现了 于风按骂一声 赶紧带人逃离了现场 当我看着继父被台上救护车后 在夜色掩护下 也匆匆回到家 还没进门 就听到了一阵嘈杂 于风的爷爷正坐在沙发上 气得浑身发抖 江山华你再说一遍 这还是不就 我爷爷背对着他 扔下两个冷冰冰的字 不就你别忘了 刘老爷子气得咳嗽起来 当天要是没有我 你早就饿死了 现在我孙子有事 你就这么冷血 我爷爷仍然背对着他 你孙子是自作孽 犯了法该怎样就怎样 我顶多只能让预警盯了点 别让他被打傻了 刘老爷一听这话 更气了他还想说什么 却被爷爷大手一挥 我们没什么好谈的了 阿信送客人走 我妈闻眼起身 默默地把于风爷爷 请到了门外 好好 他颤巍巍地拄着拐杖 你不救我 也有办法救我孙子 和他擦肩而过的那一刻 我感觉有一团火朝我飞来 于风爷爷恼恨地瞪着我 好像在怪我 为什么不阻拦他孙子饭事一样 阻拦上一世 我被关进狗龙的时候 他也没有阻拦他的宝贝孙子呀 当时我就被于风 关在他家的地下室里 老人家只下来看了一眼 就匆匆离开了 我在黑暗中向他呼救 求他管管他孙子 可是老人家也是背对着我丢下 不冷不热的一句 他就是这个性格 我也管不了呀 你都管不好的人 我又能阻拦什么 等着再一次进狗龙嘛 这天晚上 我感觉自己有点昏昏沉沉 安兰的继父还是没有醒来 警察已经封锁了现场 开始取证了 我打开手机 搜索着相关的新闻 和于风相关的 一点都没看到 看来于家还是冻了血本了 连媒体关系都疯得死死吧 直到第三天 我才看到一条新闻 手工艺人遭人袭击 嫌疑人已落网 也因醉酒冲动伤人 点睛一看 几个混混模样的人正低着头 没一个是于风团体的人 老爷子果然是找到替罪羊了呀 我知道这场正邪较量 才刚刚开始 安兰的继父还没有醒来 安兰母女俩 泪眼汪汪地守在床前 可是一转头 安兰便恨恨地骂成事不足 败事有余的东西 他要的是永绝后患 没想到于风只是出了手就走人了 于风对此浑然不知 他还在课间 偷偷和我炫耀看见眉 我要是弄死一个人 比才死一只蚂蚁还容易 我假装没有听见 可录音键却按了一次又一次 一周过去 当安兰的继父终于醒来时 第一件事就是 找警察是于风 是于风带人砍我的 他还说要杀死我 他越说越气 可是众人都面面相去 混混已经招供了 沾有血迹和指纹的同款刀 血衣血血 一切都是那么天衣无缝 他还想再说 却被医生劝住了 先生就算您说的是真的 可于家是什么人 咱们怎么斗得过人家 可他不听 不仅不听 还将这一切发到了网上 于论不能用来判案 但可以用来申冤 当他满身伤痕 举着身份证 出现在视频软件上时 网络沸腾了 于风可是于家公子 他怎么会干出这种事呢 评论区议论纷纷 还有好心人提醒他 快删视频 当心一家报复 那家人报复心很重 杀人不眨眼 可要当心啊 但随着视频越传越广 云风的黑料 也开始越发越多 有人说于风曾经霸凌过他 就因为于风喜欢的女生喜欢他 有人说于风曾经逼自己吃沙子 之后又拿小弟去顶包 于风亲眼看了这一切 却不以为意 说尽管说 我看谁能奈我何 这句话是他在班会课上 跟兄弟们说的 我在一旁听着 心里暗暗发笑 一下课 我便直奔另一家酒吧 全市的十家酒吧里 我已经去了八家 是否可以翻案 关键就在接下来的两家 酒保看见我 以为我是来喝酒的 却不料我直接开门见山 打扰了 我需要看一下 跪店11月20日晚上的录像 此前通过对混混身边人的询问 我已经掌握了他们的行踪 我得知 为首的那个人一身酒气的回来 还说自己去了酒吧 就这样 我摸牌了所有酒吧的监控 目的就是给他提供不在场证明 逼迫警察重新寻找嫌犯 在我摸牌的过程中 安兰的继父也在源源不断地发送视频 渔峰的嫌疑也在口口相传中越来越大 许多人给他提供信息 曾经在案发地附近看到渔峰 曾听过渔峰扬言杀人等 但这一切都还缺乏物证的支持 就在这时 我看着监控录像突然喊停 放大再放大 我紧紧盯着前台的几个人 当画面放大后 其中一个正面朝向摄像头的人 一览无疑 这就是被控捅了最深一刀的嫌疑人 此时的时间是晚上十点整 和案发时间一致 而这家酒吧 距离驱水巷还有整整五公里远 案件被迫重新开始了 渔峰被列为重点嫌疑人 被带去调查 尽管如此 形势依然不乐观 所有能够指向渔峰的物证是一点没有 光凭人证是远远不够的 与此同时 渔家人也开始掀起了攻势 一篇呼唤程序正义的文章 开始广为流传 文章说 现在网上过早地给渔峰下定义 是一种舆论怕暗的邪风 何况夜色漆黑 阿兰的继父有没有看清他的脸 也成问题 加之安兰和渔峰的微妙关系 继父舍不得妓女恋爱 故意污蔑渔峰 也有可能 话里话外都在说 渔峰没有伤人的动机 直到这时 安兰继父的第二颗炸弹才投了下来 文章发布的第二天 新的视频出现 视频中的继父带着一身伤 标题就是 博渔峰没有动机 这个视频尺度大到史无前例 安兰教唆渔峰杀人 渔峰给狐朋狗友 制定杀人计划的录音 全部一览无疑 视频开头 还附上了继父和安兰的聊天记录 你要是再敢回我感情 我就找人弄死你 记录中 安兰恶狠狠地发了一条语音 紧随其后的 便是安兰求助渔峰的对话 和渔峰下达任务的发言 视频最后 是安兰在病房里的吐槽 城市不足 败事有余的东西 视频一出 全网一片哗然 安兰和渔峰 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痛骂 形势突变 先坐不住的是安兰 他发疯地在病房外大喊大叫 质问继父 为什么要这样害他 还说他只是说说而已 说说而已 我哑然失笑 究竟是真心希望 还是嘴上说说 他安兰最清楚 紧接着安兰就被带走了 他的教唆杀人是否成立 我不得而知 不过对我来说 对安兰的报复到这里就足够了 是我亲自奉上了一段段 超清晰的录音 有了这些录音 安兰机身富豪圈的梦想 就彻底破灭了 这对他来说 比坐牢还要令人崩溃 可渔峰还没完 尽管被带走调查 他还是死咬 一句话我就是说说 我没有做 你们不能这样 抓我 他信心满满 因为他知道 为数不多的 可以拍到他去过 案发现场的监控 都被他家人高价买走了 没有物证 他无论如何都不受影响 可我 已经开始着手寻找 他的蛛丝马迹了 只要做过事 就没有不留痕迹的 这是我爸爸教育我的 我坚持要找到 可以指证他的政务 不为别的 就为了我的信仰 如果我只是想报仇 我有无数种办法 可以杀他于无形 可我不行 我是大法官的孙女 检察官的女儿 我不能给法律 至上的家族抹黑 我会用我的信仰 一步步割断 他那虚伪的喉舌 让他亲自尝下犯罪的代价 我重新回到了驱水巷 彼时案发现场 已经重新解封 人来人往 仿佛一切都不曾发生 我沿着渔峰逃跑的路径 一路走一路思考着 他们的逃脱路线 他们一共有七个人 七个人要处理刀具 难度是非常大的 以他思考的周密程度 扔护城和扔垃圾桶 这些都不太可能存在 真正有可能的 反而是他把所有刀具带回家 拜托他爷爷处理 案发当天 我是走路回家 可是一到家 他爷爷就已经到我家里 连原因都说完了 要说能够如此神速 大概率就是 他搭了交通工具回家 我想起了渔峰的私家车 在我的举报下 渔峰的车被上上下下来了 一通大检查 最终在地毯上 发现了一滴非常微不足道的血迹 经检验就是安然继父的血 此前还有一个意外之喜 渔家人怕证据外流 居然还将那七把刀擦干净 一直藏在家里 经检验这些刀 也符合刺伤安然继父的凶器的特征 但渔峰家人依然嘴硬 按他们律师的话说 渔峰就是伤人未遂 他们只是路过了那里 看到伤人现场后 带血逃回车里 但并没有动手 至于谁动的手 那个醉酒混混是替谁扛锅 那是警察的事情 他不管事情发展到这一步 好像我事先准备了所有证据 也用不上了 连我也开始动摇 难道我好不容易重生一次 真的没有办法 不用私行去复仇吗 我望着窗外的天空 陷入了迷茫 就在这时 一个漂亮的恋人伸到我面前 回头一看 是安然的继父 见到我他笑了笑看 这是你小时候最喜欢的孙悟空 叔叔再捏一个给你 我接过他 心情更加沉重 孙悟空是我心中 诚恶扬善的化身 可我却做不到 叔叔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 小乔你也说过 只要干过坏事 就一定会留下痕迹 当年他就是这样 帮我们家惩治了那个坏蛋的 当时大家都说 人家那么只手遮天 怎么可能定得了罪呢 可最后还是定了 只是没想到 现在又要劳烦你来帮忙 但是叔叔相信你一定行 说完 他又有些自责 自己没能保住手机录音 对了手机 我怎么忘了手机这回事呢 紧接着 我的思绪又回到了渔峰 派发任务当天的话 在一审法庭上 渔峰和律师一口咬定 自己从未接近受害人 可是当法政部的专家 出来作证时 他傻眼了 从安然继父伤口上 提取到的纤维 和从渔峰家中 查获的帽子的材质 一模一样 而这些毛线帽的材质 国内是没有的 来源是在海外 这还要归功于渔峰的警惕 由于小海非常听话 为了不留痕迹 他特意避开网购平台 拖远在国外的好友 做了一些帽子 更巧的是 做帽子的老人 十年来只做了这几顶 因为人家本身就没想卖 这一来 嫌犯基本就所死 在渔峰一成欺人的范围内了 渔峰机关算尽 本想用帽子遮掩自己 却没想到这个帽子成 了关键证据 此外 在安然继父破碎的手机上 也提取到了一些手套的纤维 警方查到了这款手套的卖家 又一次在购买人的监控中 查到了渔峰的身影 加上其余六个共犯 已经筋疲力尽 全部认了罪 交代了更多细节 人证和物证一家 渔峰的故意伤害罪 终于板上钉钉 一审过后 渔峰的家人还不死心 又一次出现在了我家里 这一次不仅是渔峰爷爷 就连他父亲都上门了 其实渔峰的刑期不算长 但是对于生命显赫的渔家来说 一旦确认家里有个罪犯 那名声就彻底臭了 渔峰爷爷颤抖着 握住了我爷爷的手 老江我知道你铁面无私 但你就把我们一回就一回 就当谢我当年就过你 可以吗 我已经癌症了 你看到我 不要让我在血肉中死掉 不管怎么说 我们也是同学一场 你就保我们这一回吧 他声泪俱下 我爷爷的眼睛也湿润了 可他还是很坚决 老渔我也感谢你当年的救命之恩 要是其他方式 我都可以补偿 都可以帮 就是现在 我都可以掏空了家来治你的病 但是要有饱风儿 这是不可能的 我不能也无权这么做呀 如果我饱了 在屈辱中死的就是我了 还有咱们的老师 我的儿子孙女 所有人都无言见忍啊 当云风爷爷 拄着拐杖 消失在夕阳中时 我隐隐有一次感伤 这可能是这对老同学 最后一次见面了 谁不想在圆满中离世呢 在晚年遇到这等不孝子 谁都难以明目吧 可这也是他惯出来的 当年他当了于风 爸爸的面 来命令我爷爷放过张公子 现在于风爸爸 也无数次在于风面前 言传身教 权势的强大 从小到大 于风就知道 有权就可以拿捏一个人 有事就可以脱罪 他们家族始终相信这一点 在进入政法大学的时候 老师问我们 为什么要进来 我说是为了做检察官 可于风一笑而过 我要当官 只要明台大学的毕业证拿到 他的官场前途一定不会差 就在我感慨的时候 网上突然有声音出现了 这一次是于风写给记者的 说要揭发你们 一直以为我们中只有七个人 但是其实是八个 从始至终 江之桥都执行 他还跟着参与了 只是最后没去现场而已 这是于家背水一战之际 于老爷子求情没有用 那也只能拿我来做人质了 我冷冷一笑 这一招从于风 想拉我去现场的时候 我就预料到了 在于风的二审法庭上 我也被叫了上去 虽然我是证人 但此时 我的身份就像是被询问的犯人一样 于家的律师对我咄咄逼人 想坐实我从犯的身份之后 再来证明我提供的证据 有栽赃作假的可能性 即便不行 也可以逼我爷爷出手相救 面对他的问题 我微微一笑 我承认我从头至尾都知道这个计划 但我不是共犯 不是帮凶 更得有辅助一点 面对着全国直播的镜头 我不慌不乱地说出了整个时间线 在安兰当着我们的面 找于风求助时 我就开始了第一次录音 随时准备提供证据 随后于风正式通知我和弟兄们 要执行刺杀计划 我又一次录音 并当场拒绝加入 这一点 我的录音笔也可以证明 至于于风律师质问的 既然我也在现场 为什么不去阻拦他们 我也自由应对 对于一个手无寸铁的女孩来说 面对七把鸣晃晃的刀 七个弄火中烧的男人 我的第一反应 肯定不可能是冲上去 我只能报警是吗 他一笑起来 你如果真的想救人 那么早就应该报警吧 为什么一直纵容事情 发生在报警 就算不报警 你也应该阻拦他一下吧 为什么全程都没有拦 这个问题简直太简单了 连刚开始 于风都一口咬定 自己只是随便说说 并没有实际行动 那么我在事情开始前就报警 有谁能够相信我 又能阻拦谁 我能做的 只有委托侦探查找安兰继父本人 及早提醒继父做好准备 以及找人时刻保护继父 这一切都有充分的证据支持 这也是我能做到的极限了 至于为什么不拦我 当然不能说 因为我阻拦他而死过一次 我只是淡淡地说道 我和于风从小一起长大 他的性格我很清楚 小时候他因为保姆阿姨阻拦他逃学 他可以直接当面 打人家两耳光 中学的时候 他妈妈曾经阻拦他 不要打游戏 他直接给了他下巴一拳 这个你们完全可以查到 连他那么亲近的人 他都可以这样 而我只是一个外人 我去阻拦他最爱的女人 他会怎么对我 我不敢想象 我的回击清晰有力 最后也毫无疑问地 获得了所有人的信任 评审结束了 二审宣判 还是维持一审判决 于风有罪判 决结束后不久 于风爷爷就去世了 于风关在狱中 无法前去送他 但是爷爷也不想看见他吧 我想值得一提的是 二审席上 于风还和证人安兰 互相咒骂起来 于风骂他是汉人精 当他得知自己只是个工具人 连个备胎都不是的时候 安兰也没有好气 骂他是废物 舔狗脱油瓶 自己没有看走眼 他没有被判刑 因为他的确只是说了 自己想杀人 但完全没有说任何要求 于风动手的话 这还算不上教唆 但他的豪门梦已经破灭了 不只是因为 他有教唆嫌疑的污点 还因为他一言不合就污蔑 这臭名传的到处都是 没有哪个公子 还敢跟他来往 他的家庭也一团糟 继父自不必说 就连母亲都不和他来往了 母亲痛骂他 没人性 和他亲生父亲一样不是人 自己的遗产一分都不会给他 不过两人的骂战 也仅持续到了判决结束 二审后 安兰查出了艾滋 急需遣款治疗 他又想起了还在狱中的于风 于风此时已经身败名裂 没有哪个姑娘看得上他了 一来二去 两人又在书信里确定了关系 还好于风爷爷已经早已不去世了 否则去世前还要多受一次打击 不过这都和我没太大关系了 我的复仇已经差不多结束了 我的父亲去京城履职 临走前他夸奖我丫头 我就知道你可以的 好好备考 你可是咱家的希望啊 此时的我已经在准备罚考了 这一路上 不像前世那样有于风的陪伴 我反而觉得我的学习效率更高了呢 在监狱里 我又一次见到了于风 他面色憔悴 昔日不可一世的神情早已消失不见 狱中他突然问我江之桥 你是不是其实也重生过 我有些惊讶 我本以为重生的只有我一个人 于风哈哈大笑 没想到啊 还是逃不脱你的手掌 上一世 我把你弄死在狗笼里 然后我装成目击者来救你 结果你爸查到了真相 把我关进牢里 还只是其他犯人活活打死我 你们江家人真的是心狠手辣 我打断了他 我爸只可能查到真相 但是即使别人打死你 他绝对不会做的 这是我们家族的底线 我相信他 紧接着在他难以置信的目光中 我冷冷地说道 我们家族没有这种私行处置的习惯 其实我重生复仇 完全有一万种办法可以成功 我可以把你关进笼子 让狗咬死你 但我还是选了这个最麻烦 又希望最小的去告你 因为我就想让你知道 用法律我一样可以让你付出代价 没有人可以逃脱刑法 你也是隔着玻璃窗 于峰的表情变得非常复杂 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 或许他还是觉得我很傻吧 不久后 我顺利通过了法考 在后来 我成为了一名向往已久的检察官 在庆功宴上 安然的气负热情地祝贺我 给我送上了一个小面人 于峰的案子过后 我们两家的来往比 过去更密切了 我看着手里的孙悟空 他活灵活现 和第一次见到他时 送给我的一模一样 从小到大 每一次我沮丧的时候 他都会送上各种小面人 鼓励我坚持下去 不知不觉 我和叔叔都认识二十多年了呢 于峰坐牢后 他爸爸还短暂来过我家一次 他不明白 为什么安然的气负会那么相信我 和我打着各种配合 我文言暗笑 那还是拜你们所赐呀 在叔叔才六岁的时候 他的爸爸就被张公子打死了 当时江山华法官坚持要判罪 但是云岭中书记前来阻止他 说别判罪 他一手帮扶母子俩 度过了最艰难的岁月 还送了一个小男孩 去学了他喜欢的捏面人 成为了一名非一手公益人 后来他成家立业 离婚担家 又再婚直到那时 我们才短暂的失去了联系 但是我们的情依一直都在 所以他会如此的信任我 可以找出真相 像爷爷一样 把人送到该去的地方 只是这种感情 对于家人而言是不懂的 他们只是相信 没有永远的朋友 只有永远的利益 不管怎么说 我的征途都要开始了 走上父辈的道路 我终于实现自己的梦想了 全文完感谢观看